大家好,我是EMU 天气渐渐转热,夏天将至 让人开始想念浅测透凉的海水 那无边的蔚蓝,徐徐吹来的咸咸海风 头顶高挂的艳阳,伴随着规律的海浪节奏 这一切都有如魔力般,让人内心开阔 谁知也热情起来 掌管海语风的华纳神族 邪义里似乎就流淌着大海的奔放 性格也如同夏天般让人感到温暖 十足的浪漫主义有时也让他们显得冲动 作风开放大胆的华纳神族 为保守的阿斯加特带来全新风貌 这集为各位介绍 华纳人职三人祖宗,地位最高,年纪最大 却在神话中出现篇幅最少的 下与海之神,尼约特 尼约特是近海的海神 他与深海的海神耶吉尔不同 耶吉尔会刻意在海上掀起巨浪 将船只翻覆拖进海底 船上所有的财物都会变成他的所有物 人们敬畏他的力量与残户 尼约特则会抚平耶吉尔掀起的怒涛 让大海恢复平静 守护着渔民及航海商人的安全 北欧的农业活动主要聚集在沿海及峡湾一带 且只有在夏天时才能耕作 人们也会祈求尼约特以其丰收 所以尼约特又被称为夏之神 尼约特十分受到人们的崇拜与爱戴 也因此,北欧现在仍有许多地名以尼约特来命名 接下来为各位献上尼约特的七秒爱情故事 某天,阿斯加特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他身着俐落的猎妆,脚踩着雪靴 银白的服装配色,脸上不带一丝笑容 冷军的外表令人感到一股寒意 但他细致的脸庞是冰冷也封不住的美丽 他是巨人夏季之女,斯卡蒂 来势汹汹的他全副武装 心中燃烧着复仇的烈火 他的父亲夏季被诸神们烧死 斯卡蒂为此前来心事问罪 想跟诸神们拼个你死我活 巨人夏季与诸神的恩怨 那是一段由洛琪引发 却造成女神伊登招挟持的故事 在未来介绍伊登时会再和各位说明 回到尼约特的故事 诸神们谁也不想跟斯卡蒂打上一仗 于是动之以情,消以大意 仔细说明事情缘由,试图获得谅解 甚至还未表示对夏季的尊重 还将他的双眼放上天空,化作一对心 尽管诸神们委屈求全 仍旧无法平复斯卡蒂的上腹之痛 最后诸神允诺,愿意付出代价换取他的原谅 斯卡蒂失所片刻后,便说 要和解可以,但要让我选一位男神做我的丈夫才行 诸神们百般不情愿也只能答应了 但附带一个条件 所有的男神都要用布从头遮到脚踝 斯卡蒂只能用一双脚来作为挑选的依据 斯卡蒂仔细地打量每一双脚 最后选中了一双十分白皙的脚丫 他心装暗自窃息 因为他知道光之神巴德尔的全身都是洁白的 但在接下不连的那一刻 斯卡蒂彻底失望了 面对他的不是心仪的巴德尔 而是已有两个孩子的老爹,尼约特 身为海神的尼约特 双脚常年被海浪冲洗 所以才会如此干净白皙 斯卡蒂感到自己受骗了 恼羞成怒之下 突然也还之气起来 不讲道理 一定要诸神逗他开心才肯善罢甘休 就在诸神们苦恼之际 洛奇不慌不忙地走了出去 牵了一头老三羊回来 就在众神们一头雾水时 洛奇不疾不许地 将绳子的一端绑在三羊的胡须上 另一端则绑在自己的性器官上 在大家诧异之际 白河比赛就这样开始了 双方在拉扯之下 都发出极大的哀号与呻吟声 洛奇还刻意地向斯卡蒂逼近 斯卡蒂看着洛奇古怪却滑稽的模样 忍不住笑了出来 这场恩怨终于在洛奇可笑的闹剧下圆满落幕 林约特与斯卡蒂的婚姻因两人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 多有冲突 一开始便为在哪里居住而争论不休 林约特居住在温暖靠海的诺欧通 斯卡蒂则住在北方的山林里 酷爱狩猎与白雪 他们最终互相妥协 以十二天为周期 在北方居住九天 再回到诺欧通度过三夜 在山中居住的九天里 每到夜晚 那呼啸的寒风及凄厉的狼嚎 都让林约特毛骨悚然 噩梦连连 对于听惯海鸟之歌的他来说 这一切都太难以适应 他非常想念温暖的诺欧通 想念海水的气息 想念在海边沉湿的惬意时光 煎熬的九天终于过去 林约特与斯卡蒂如约回到了诺欧通 林约特重拾了笑容 但斯卡蒂却不适应了 他无法忍受海边的潮湿 夜里那不间断的海浪声 以及寡躁凡人的海鸥 这一切都让他难以入眠 就这样 两人彼此煎熬着 属于下雨海的林约特 与象征东与山林的斯卡蒂 因两人极大的差异 他们的婚姻最终还是以分手收藏了 也是因为这个典故 让季节轮替有了神话的注解 林约特离开了诺欧通 便开始了漫长的九个月寒冬 北欧人期盼着 相信林约特再次回来时 大帝将恢复生机 短暂的三个月时间 是北欧充满感恩的 林约特夏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